来关注三星堆考古新发现 经过半年多的持续发掘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目前已过半 最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内 陆续出土青铜 玉器 金器 木器等一大批珍贵文物 即使目前有编号的文物近万件 其中就包括一件最大的 也是相对最完整的青铜面具 再次刷新了我们对三星堆的认知 这是今年6月23号 三星堆三号坑最新发现的 青铜大面具出土时的现场 据介绍 今年3月份 这件青铜大面具在三号坑 约坑中心的位置露冲一角 因填埋方式错综复杂 从发现到出土前后历时三个多月 这件青铜面具是我们坑里最早发现 最早露头的一个青铜器 它的体量应该说是目前发现的 青铜面具里面体量最大的一个 专家介绍 新出土的青铜大面具 最宽处有1米35 高75厘米 深度达60厘米 此前有学者认为 三星堆的超大青铜面具 供奉在神圣的祭祀仪式上 以其巨大的体量 可以达到心灵震慑的目的 目前整个三星堆来说 我们现在出土的这个青铜大面具 应该是最完整的 文物修复专家介绍 现在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收藏展出了一件 1986年在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大面具 与新出土的这件青铜大面具 十分相似 别看它现在看上去完好无损 其实1986年出土时 只残留了右耳和下巴 其余近90% 都是文物修复专家 依据考古研究成果 做的复原性修复 而三号坑最新出土的青铜大面具 终于让人们看到了它的真容 三号坑新出土的青铜大面具 已埋藏了三千多年 为减轻它对现在保存环境的认身感 文物专家已经开启颜色变化 状态稳定性等方面的全程监测 和实时评估 仔细观察 左耳处的一道裂缝 已用绷带轮毂固定住 防止进一步开裂后 与本体分离 而核骨处已经变形 右侧往里略凹陷 左侧往外略突出 为了找到适合它的 清理保护方法和材料 文物专家已经在它的左耳下方 开辟出十厘米长的方块试验区 同时已对其开展 合金比例 铸造工艺 锈石产物分析等方面的研究 为后期对它进行保护修复提供支撑 我相信也会在不久的将来 可能它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 然后在博物馆和大家见面 在博物馆和大家见面 在博物馆和大家见面 贡物馆和大家见面